GamerSecret玩家机密50万订阅 特别限量款衣服上线啦 马上点击影片下面的链接购买 如果你在2022年成为会员 将会免费获得这款限量版衣服 请在会员区写下email 我们将通过email和您联系 结束累人的运动社团 想跟朋友跑到卡拉OK放松一下 却没有想到朋友迟迟未出现 还在卡拉OK房外遇见了奇怪的男子 你们又会怎么做呢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玩家们最喜欢的日式小品工作室 Chillas Art 在过去推出地狱前堂之后 2023年他们也带着首部全新的 The Karaoke Hitokara再次回归 这次的故事同样反映了 日本真实的社会现象 而且这一次的游戏结局还高达了6个 其中还添加了许多 过去没有出现过的全新玩法 今天玩家机密就要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 The Karaoke Hitokara的故事 以及背后所带出的真实社会现象 如果有遗漏或者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Hitokara的故事 故事开始 玩家将会扮演一位高中女学生 在学校里她加入了篮球部 并在某天社团结束之后 跟好朋友蒙乡 两人在学校球场自主练习 还决定要在练习完之后 一起去卡拉OK放松一下 这一次的Chulas Art作品有了全新的突破 不仅有着角色配音 在自主练习的时候 玩家甚至可以真的玩起了投篮 过于沉迷在投篮上的我们忘记了时间 直到篮球部的教练打开了体育馆的大门 才把我们拉回到了现实中 教练告诉我们天色已晚 要我们赶紧收拾回家 这时蒙乡也让我们自己先走 他会留下来收拾东西 所以我们便走出体育馆 来到了女更衣室换回了校服 走到自行车棚拿起了自己的自行车 准备先前去卡拉OK等蒙乡 出到校门口 玩家就可以骑自行车 在夜深人静的小镇中闲逛 我们可以发现学校的不远处 有着一间派出所 一条小路走进去 会来到住宅区 在一个转角处突然遇见了一辆白色货车 正快速的在道路上行驶 在另一个转角处 我们又遇见了一个妇女 正在深夜遛狗 狗不停的对着我们全废 其叫声足以进行周边住宅的邻居 我们穿过小巷来到了大街上 跟着卡拉OK的指示排走 却在路上接到了蒙乡的电话 蒙乡先是给我们道歉 表示自己被教练给留了下来 并说让我们先在那里自己宣唱 可听见蒙乡那心事重重的声音 我们还是忍不住的询问他情况 然而他却跟我们说没事 说自己等一下就过来找我们 于是我们自己终于来到了市区内的一家 经营24小时的卡拉OK 进入到卡拉OK 柜台的供读生正被向着我们玩手机 仿佛没有察觉到我们的存在 又或者是根本不想要打理 直到我们叫了他 他才不懈的做出了回应 我们订了两人两个小时的房间 随后便往12号房走去 突然蒙乡再次打来了电话 电话里的蒙乡害怕的说着不要过来 即便我们怎么呼叫 他都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接着便说了一句 不要摸我 就挂到那电话 不以为意的我们 进入到了12号房 开始了我们的个人演唱会 此时游戏变成了节奏游戏 玩家可以自行调整声量和时机之外 还可以选择简单模式和普通模式来游玩 演唱结束之后 系统也会为我们刚才的表演打下分数 唱完一首歌之后 我们感到了口渴 决定到饮品区拿点饮料喝 述不知在回去路上的转角处 我们遇见了一位高大的大叔 只见大叔直钉钉地看着我们 眼睛不断地往我们上下打探 感到不舒服的我们 选择急匆匆地回到了12号房内 进入到房间发现到桌子上 已经有着一杯饮料放在了上面 就像早已放在那边似的 心想或许是员工刚好拿进来的 便没有怀疑太多选择将桌子上的饮料给喝下 再次大声歌唱 唱歌到一半 突然感觉门外似乎有人不断地在徘徊 感觉就像是有人在偷看我们一样 此时突然肚子咕噜咕噜叫了起来 在社团活动结束之后直接过来唱歌 没有吃到晚餐的我们肚子也开始饿了起来 所以便透过房间里的客服电话 向员工订了一份章鱼烧 对方听见了我们的声音 也认出我们就是穿制服的女高中生 懂食物的过程我们继续唱歌 就在这时 刚才在走廊转角遇见的大叔 突然闯进了我们的房间 在对目相视数秒之后 大叔匆忙地转身离开 这时我们也害怕得不敢再继续唱下去 眼见食物迟迟未到 我们再次站起身来 准备向员工反馈一下 结果却发现客服电话 无人接听 走到柜台发现这里空无一人 心想他人应该在员工室内 但在敲了敲员工室的门后 却毫无反应 我们直接上次进入到了员工室 发现到那名女员工低着头按手机 看见我们闯进来 还反过来责骂我们上次进入不该进来的地方 委屈的我们跟员工说食物还没到 可是员工却说食物早就已经送了过去 在跟员工道歉之后 我们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发现桌子上确实是有这一盘食物 只不过是薯条不是章鱼烧 试着回想刚才食物是谁送来的我们 突然想起那名奇怪的大叔进来过我们的房间 便质疑他是不是这里的员工 随着肚子不停的作响 我们也停止了猜测 先吃下眼前这盘薯条 可吃到其中一条薯条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薯条里似乎有着什么异物 将其从嘴巴拿出来之后 竟然发现是一张字条 纸上写着 U.R的邮箱地址 还要我们联系他 或许是为了可以和我们得到联系 他假冒员工为我们送上食物 并偷偷地将邮箱地址放入到了其中 那为什么员工不会发现呢 在游戏里 其实我们也已经可以清楚地看见 供独生那偷玩手机 懒散的工作态度 所以有人愿意帮他送餐 对他来说或许是一件好事 继续唱歌等着萌箱 突然眼前开始出现了幻觉 荧幕上充满了红色血迹 直到我们再也听不见音响发出的声音 我们再次站起身来 准备跟员工反馈 这时消失已久的萌箱 再次打来了电话 我们告诉萌箱自己已经在唱歌了 但萌箱却说自己不会来卡拉OK了 之后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走出房间发现整间卡拉OK漆黑一片 安静得令人发慌 再次打起萌箱的手机号 却在走廊听见了手机铃声 走近一看 竟然是萌箱的手机 此时感觉到情况不妙的我们产生了不安感 周围时不时就传出了萌箱的手机铃声 一直到我们在出口捡起了萌箱手机 见到了眼睛流着血的萌箱 站在了门外看着我们 随后便接起了电话 萌箱生气的责怪我们为什么不来救他 还表示自己已经打了电话 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说完他便离我们而去 就在我们走回自己的房间时 突然萌箱从里面扑了出来 我们也终于回到了现实中 原来刚才的我们不小心在卡拉OK房中睡着了 醒来时手机正不断的在响着 接起电话才发现是萌箱 萌箱哭着向我们道歉 表示刚才发来的照片被教练给发现了 而现在教练正在前往我们的这里 要我们赶紧逃离 正当我们准备起身离开 突然感到肚子一阵疼痛 选择跑到厕所先待一下 进入到厕所我们拿起手机 发现到了萌箱发来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的男子正是教练 现在才意识到情况不妙的我们 再次打给了萌箱 但手机早已无法接通 走出厕所发现到柜台的员工消失了 紧张的我们打算闯入员工室内 检查监视器了解外面的情况 却发现到教练已经抵达卡拉OK的外面 害怕的我们果断选择报警 警察却告知需要等待四分钟才能够赶到 而这时的教练已经闯入卡拉OK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四分钟里 跟教练玩起躲猫猫 只要我们被他给抓到 就会被揍倒在地遭到杀害 如果我们真的成功撑过了四分钟 那到最后警察会顺利赶到 并将教练给逮捕起来 我们也因为害怕而昏了过去 醒来之后我们躺在了医院的病房上 坐在一旁的蒙香也告诉了我们 根据警方的调查 教练至今已经强奸了十名以上的学生 所以自然也遭到了警方逮捕 而蒙香自己也是其中一个受害者 那件事情对他造成了心理创伤 就连男生从他旁边经过 他也会被吓一跳 虽然随着时间 他的状态也逐渐的变好 但心中的恐惧 依然停留在了他的心中 游戏的第六结局到这里也正式结束 Chelux Art这一次的作品 The Karaoke 虽然游戏时长较短 但却也有这六个不同的结局 在说完了第六个结局之后 接下来就要跟玩家们分享一下 游戏其余的结局 每个结局都有着不同的触发方式 第二个结局 我们在躲避教练的四分钟里 如果不选择座椅代币 我们可以跑到柜台 拿取地上的一把 清洁工具室钥匙 并在清洁工具室中拿起了锋利的刀 测试我们可以悄悄地跟在教练的身后 在适合的时机下 利用手上的刀袭击教练 最后教练也应声倒地 警察赶来的时候 教练被紧急送医 但依然因为思学过多不幸离世 而我们是属于正当防卫 所以并没有被问罪 但首次杀人的罪恶感 以及被教练猥胁的受害者 再也不会出现的安心感 同时涌上了我们的心头 明知道自己当时没有别的办法 但那一个感觉却迟迟无法忘怀 那天发生的事情 到至今都依然会出现在我们的噩梦里 不停地怀疑着 从教练的阴影下解脱的那一天 真的会到来吗 数年之后 我们操控的女子已经成年 在雨中驾驶着汽车 可在路过曾经的学校时 我们停下车子 看见了一位熟悉的身影 站在了校门口 而游戏的第一个结局 也伴随着一句 找到你了 就此结束 这个结局采用了较为玄的方式来呈现 看起来就像是教练还没有死似的 但或许游戏要表达的 是女主即使已经长大成人 在某天路过学校的时候 都依然会想起曾经学校发生过的事情 那假设我们要在蒙香受害之前拯救他 又有这什么样的方法呢 如果我们在游戏的一开始 注意到了体育馆里的时钟 并提醒蒙香时间已经不早了 那蒙香就会决定一起打扫体育馆 然后前去卡拉OK唱歌 在我们拖地完毕之后 来到更衣室换制服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见蒙香正在换衣服 当然这里不会给你们看啦 换完了之后蒙香会在走廊等待我们 在离开之前我们做了最后的检查 会发现到蒙香的自行车钥匙 落在了他的储物柜里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便前去自行车棚拿自行车 果不其然 蒙香在拿自行车的时候 发现自己忘了钥匙 虽然他要求我们先过去 自己会回去拿钥匙 但我们早就已经帮他拿在了身上 也因此我们终于顺利的一起前去卡拉OK 尽情的歌唱 忘却了每天的学习 和社团活动的疲惫 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 并且还在晚上十点准时回家 这个结局表面上看似是一个美好的结局 但教练的恶心行为并没有得到伸张 学校里的女同学 在之后都依然遭到了地狱般的噩梦 第四个结局 同样也是让蒙香 同意自主练习提早结束 只是在我们换回制服的时候 发现到了更衣室的长凳底下 有着一个相机 我们找到了某人偷拍的证据 这时教练突然闯了进来 看到我们待在这里还感到了惊讶 此时我们有着两个选项 一个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拿着相机离开 另一个则是诚实地告诉他 在女子的更衣室里找到了相机 如果我们选择将相机藏了起来 假装离开 那么出到校门口的时候 我们会决定跑到派出所 去把相机交给警察 可到我们才刚离开校园 教练就从后方追了上来 发现到我们手上拿着相机 教练便要求我们把相机交给他看看 慌张的我们转身就跑 庆幸的是 派出所就在附近 我们在被教练抓到之前跑进了警局 并把手中的相机交给了警察 然而在经过调查之后 警察却没有发现到了除了我们之外的指纹 因此也无法确定犯人是谁 最终也只能将此事告知给学校 并在学校附近加强了巡逻 至于梦香依然遭到了教练的侵犯 之后的他仿佛失去了灵魂一样 最后在某天选择了自我了断 第五个结局 我们选择把相机的事情告诉给了教练 教练一手将相机抢走 并表示由他来保管 还警戒地询问 还有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在知道没有其他人发现相机的情况下 他突然说天色已晚 表示要送我们回家 至于梦香则由另一位老师 左左目来送他回去 无奈之下 我们只好将自行车放在了教练的货车上 然后坐在车里等他回来 但如果我们选择只坐这等他回来 最后的结局 我们控制了女学生 遭到了跟梦香一样的命运 他被教练给侵犯了 至此他开始害怕男人 患上了男性恐惧症 影响了女孩的一生 最后的一个结局 我们在车里的抽屉 找到了一份档案 里面都是学校女生的不雅照片 发现到情况不妙的我们 立即下车前往派出所 果然教练追了上来 我们再次化身为伯尔特 快速地奔跑到了派出所 最终成功将档案交给了警察 警察在调查之后将教练给逮捕 教练的事情在学校也引起了一阵轰动 学校得知此事之后 请来了一位心理咨询师 希望可以帮助那些被教练伤害的学生们 而我们自己也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骄傲 故事的最后 教练在学校遭到警方逮捕 而我们身旁的萌乡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危险 迎来了最美好的结局 那么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虽然这一次的星座时长稍微偏短了一些 内容故事的丰富程度也没有比其他作品来得多 但我们依然可以在游戏里看到了游戏反映出的社会议题 同时还可以看到像投篮 节奏小游戏等游戏的改变 随着时代的进步 CD也已经逐渐成为了历史的一个物品 在这个时代我们想听什么 都可以在网络上轻松下载来听 但在过去的时代 我们如果想要听专辑 还需要购买正版CD 在CD播放器上播放来听 甚至还导致非常多盗版CD的出现 而我们在游戏中也能在各个角落 看到了作者放置的赞助者彩蛋 每个精致的CD都代表着一个赞助者 当然玩家们也可以在卡拉OK的柜台后方 找到玩家机密的彩蛋CD哦 那究竟这一部作品又反映了什么社会议题呢 其实这一次的星座 与其说是反映日本社会 倒不如说是全世界都正在发生的东西 首先就从卡拉OK说起 卡拉OK的评分制度虽然不知道其他的国家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盛行的 至少在马来西亚 算是最近几年才出现了几间 可以评分的卡拉OK 评分制度的卡拉OK 相信玩家也应该不陌生 人中之龙系列最知名的卡拉OK小游戏 唱达梅达内之后就会弹出玩家的分数 但要说的是卡拉OK里懒惰的员工 在游戏中我们可以看见 一位职场在玩手机的女员工 从墙壁上的招募海报也可以看出 那名女员工只是一位攻读生 不管是在日本还是我们的身边 偶尔也会遇见一些做事不负责任 上班偷懒的员工 相信不用多说有许多玩家都可以感同身受 只不过在卡拉OK遇见的变态大叔 除了突然闯进我们的房间 把邮件地址放在了薯条里面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推测是以游戏没有明说的 不知道有没有玩家会感到好奇 为什么女主一人在唱歌到一半的时候 会突然睡着了呢 神秘人送的饮料 变态男子给的薯条 女主都吃喝了下去 有没有这一个可能女主遭到了某人下药 因此在房间里昏迷过去 最终也错过了萌香的求助电话呢 更加细思极恐的是 还记得玩家在一开始骑自行车 前往卡拉OK的时候 遇见了一辆开车超快的白色货车吗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某个地方停了下来 但其实他可能是在偷看我们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当我们抵达卡拉OK的时候 可以看见一辆神四刚才那辆白色货车的货车 停在了停车场里 而且引擎和车头灯还是开着的 会不会他就是我们在卡拉OK里遇见的变态大叔 而他从游戏的一开始就已经跟着我们的后方呢 虽然不清楚女主在昏迷了之后 有没有遭遇到什么事 但类似这样的事情在现实中也有发生过 在2022年2月的时候 新北市的一名男子 在和女网友去KTV唱歌的时候 在女孩的酒里下药 最终在女子断片时 强行侵犯了女子 甚至还差点因为药量过重 而务守杀了女孩 将其送往医院治疗 男子最终也遭到了逮捕 判处有期徒刑7年4个月的时间 庆幸的是 女孩并没有受到任何的生命危险 之后也在医院中醒了过来 但这样的行为却也对女孩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再来游戏还有这一个更令人机被发凉的推论 不知道玩家们还记得在第五个结局中 我们就有提到的教练表示 佐佐木老师 可以送蒙香回家吗 而佐佐木这个名字 其实还有出现在了另一个地方 打开赞助者彩蛋 进入到卡拉OK的柜台 就会发现到这里的店长正是佐佐木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 但如果真的是 会不会有一个可能 就是教练和佐佐木 其实是同一伙的呢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之后教练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不见了 或许就是因为店长佐佐木 临时决定停业的 当然以上的都只是猜测 有什么想法 玩家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而整个游戏的核心 校园老师偷拍骚扰案 不仅在各国发生过无数次 也曾被不少影视游戏给影射过 其中影射出变态老师的 当然就是天下第一的P5 女神一文入伍里面的鸭志田老师啦 不仅如此 知名日本男演员 藤原龙野 AKA开斯 也曾出演过一部名叫 《校园刑警》的日剧 故事讲述 主角龙平 担任了一所中学的校园警察 并在学校中帮同学处理 霸凌 性骚扰 甚至是偷拍的事件 当然不管是在日本 台湾 印度等国家 都正式发生过不少偷拍事件 日本过去就发生过一起 小学老师利用真空摄影笔 偷拍女学生替换体育服的事件 庆幸有眼尖的女同学 发现到了摄影笔的存在 并告知了其他的老师 在经过调查之后 最终该名老师也遭到了警方逮捕 不仅如此 台北过去也有一名田径老师 以按摩做重训 要拍下训练记录等理由 骚扰性情过多名女高中生 时常以拍下训练记录 或者是放松神经按摩为理由 要求女高中生脱下衣服 或是趁机触摸私密处等行为 警方在搜索老师的电脑时 甚至还发现到 里面存放了多名女高中生的照片和影片 这名老师最终也遭到了警方逮捕 被判处5年的缓刑 而这一起案件仍有许多争议的点 其中一点就是老师在被指控2002年时 以各种理由邀请女学生到学校的游泳池后 在违反女孩的意愿下 对其进行不正当的骚扰行为 但法院最后竟然判处了无罪 当然要说到了校园偷拍案 为何在日本更为盛行 那绝对跟日本的法律政策有所关联 首先就是在数年前引发激烈讨论的 学生上体育课不可以穿内衣 在过去就有传出 数间小学竟然有着女同学体育课不可以穿戴内衣 穿体育服时必须脱下内衣等规定 而给出的原因是为了不让女同学 在出汗时让内衣变得湿答答 很容易着凉引起感冒 甚至日本福岗市有80%的学校 还规定女同学只可以穿戴白色的内衣 学校的老师有权检查女同学的内衣颜色 更是有权让女同学脱下违反规定的颜色内衣 这项规定在公开之后 就遭到了许多日本人民的围剿 教育部委员会也在压力下 表示将会调查室内情况 并会做出改善调整 这样的奇葩规定也证明了 为何日本的性骚扰事件会有那么多件 不仅如此 在过去日本也有许多的数据显示了 性骚扰的恶行有多么的普遍 截至2019年 五年时间里日本全国范围 就有着高达1030名 中小学教师 因委屈和性骚扰而受逞除 除此之外 2020年4月至2021年 一年时间内仅仅只是日本千叶线 就已经有14起教师猥亵骚扰学生事件 犯罪记录增加了整整两倍 这项记录只是其中一个线罢了 而日本一共有着43个线 在日本的所有学校里 又有多少老师利用监控死角 对多少学生做出了骚扰 又有多少犯罪尚未被众人给发现到 我们不得而知 还有一个致命的点 这是日本法律 给予这些变态老师的宽容 这些因委屈骚扰处分的老师 都会遭到吊销教师执照 可是吊销并不是永久的 而是被吊销五年的时间 然而这些被处罚的教师 是没有向大众公开信息的 这就代表没有人知道 这些色狼老师是谁 五年之后他们又是一条好汉 会不会在其他地方继续作恶 也无人知晓 而最重要的是 荧幕前的玩家们 尤其是女玩家 如果这样的事情 不幸的发生在了你们的身上 请记得要勇敢的去把它说出来 因为凡事选择了沉默 受害的不仅仅只是你罢了 也会有越来越多 像你一样的女孩子遭殃 所以请勇敢的为自己发声 同时也要好好的保护自己 加油 那么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不知道玩家们对于这款星座 又有着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对于这款游戏的社会反应 又有着什么想说的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这里是玩家机密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